Hello,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鐵索姑姑小姨媽頻道 今天去了哪裡,今天就已經在珠海的橫琴 昨天過來了,最主要原因是看一下橫琴的發展是怎樣 樓盤是怎樣,幾年前已經賣到火紅火熱的地方 究竟,現時在這個區份有南美樓,還是在關口旁邊 一個南美樓叫做浩宜天嵐,我們不如一起去看看 前兩三個星期,大家或者有看過TVB做了一個特輯 有關於橫琴口岸一個南美物業,就是這個浩宜天嵐 現時還在打官司 不是因為我看了特輯才來這裡,這次來我是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務 我的任務是什麼? 因為我家人都買了爛尾樓 所以這次過來就要拍一下實況,順便分享給大家 想都想不到,關口旁邊的物業竟然會爛尾 大家看看這兩棟大廈,其實比浩宜天嵐,遲早差不多一年半才出售 發展商是誰?是信德集團,人家都入企 而左手邊,大家聽我一看就是浩宜天嵐 外觀其實兩棟樓建好了,打官司的原因是什麼? 一會兒跟大家說,究竟保安是否讓我進去拍呢? 大家一齊跟我來,大家先來聽聽我朋友說什麼 兩千四百萬買 一千八百萬買 一千八百萬買 便宜六百萬 他說剛才紅色那間小賣店,兩千四百萬買入 現在一千八百萬買出,但仍未有人要 好了好了,我走到商場位了 大家看看,Basement,叢門深鎖 那,escalator當然沒有 那我進商場裏面看看 空無一人 這裏是外圍來的 那我就要進去,入面 大家看到前面黃色衫和黑色衫的兩位 就是我當地的朋友 幸好他們來陪我一起去詢問一下 其實整個浩宜天嵐分了三個項目 一個項目就是現時我們進去的商場位 另外一棟就是純住宅 而打官司那一棟就是商務公寓和商業樓宇 走到商場裏面 我看到有個單位開了燈 看一看上面就是浩宜財富中心 看上去就好像有營業 大家一起跟我來看看現時商場情況是怎樣 我想上面看不到 住宅那裏公園 嗯 我上了樓上拍給大家看看 當時招商時又說到 又說二、三樓又有酒樓 可以連住關口 當然現在看都看不到 因為沒有人 誰會來營業呢 幸好它有個天幕的頂 所以都屬於 現時我走在這裏都屬於乾乾的 但裏面我就不敢走 自己一個人 四個字形容空空如也 現在就回到樓下 因為剛才沒見到有個浩宜財富中心 開了燈 我要進去諮詢一下究竟現時搞成怎樣 這邊的辦公室看起來就沒有人 但膽粗粗又過了對面 找了一個民職負責人梁小姐 大家聽下我和她的對話 現在雙方是可以交付的 然後辦公的話是暫時延期交付的 辦公暫時延期交付時間的話 公司那邊還沒有明確的時間 但延期期間的話是按照合同去陪審 大維約金是否交付時才賠給我們 是 是 是 但好像聽說有些業主打官司 我不是一個業主群裏面打官司的 那我就想問一下 是否現在是有業主打官司 那你們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的確是有業主要起訴退訪的 現在都是就罰業官 但是他們起訴退訪 對於我們沒有打官司那班人 那有沒有影響呢 不影響的嘛 這些是自己買自己的嘛 但是現在是交付不到之前 就說在單位 單元那裏裏面有視所 是不是現在是沒有的 一定沒有的 這個我不是很相信要看公司這邊的決定 這些我沒有參與到的 但是現在的確是延期交付的 延期你現在在那裡打工 你很清楚 你比較清楚 我們都這麼遠才過來一次 但我們都這麼遠才過來一次 感情那方面我不清楚的嘛 但是我不可以上去看看我自己的房間 現在暫時都還不可以 因為他們有要求 這邊暫時都不能上去的 哦 這樣 但是你們兩棟其他那棟沒事嗎 現在目前都是延期交付的 就是兩棟都延期交付了 是不是 但是雙鋪那裡就可以交的 是是是 但是收鋪的話 收了鋪就可以拿房本了 是啊是啊 就是收續 就是我想問清楚 你收完鋪之後 那你會 業主要先去交契稅 交完契稅之後才可以去辦房產性的 哦 你要先交契稅 如果你收了鋪 又不交契稅都辦不到的 哦 總之就很簡單 如果我真的要收樓 我就要通過你們了 那之後呢 契稅要業主自己去交 我們這邊交不到的 我就要過來交契稅 之後拿快些單證 回到你們那裡 之後才證明到你們就會出 收到你契稅了 你那個契稅證明 我們才可以去辦證 才可以去辦房產性 正常一本多久 你按揭證一次成 一次成 一次成 應該半個月左右 半個月 那我又要再回來拿房本 是不是這樣 出國房產性之後你再留 如果說你在網上可以交 稅額的話都可以 哦 明白明白 如果網上交不到 你就只可以下來線下交 或者叫其他人 朋友幫你代交 哦 明白明白 總之一樣東西 那些商鋪 就一定可以收 只不過樓上那裡 就現在延遲 當延遲到幾時都好 你搞得定 就那個差 之前有個賠償金的嘛 你就照陪回給我 安合同 安合同 我等你們通知 都是要等 都是因為現在收了都沒有用 但是你們是不是沒有老闆的了 有 不是你們老闆輸了錢嗎 輸了幾百億嗎 給澳門 沒有幾百億這麼多嗎 不知道啊 我聽傳聞輸了幾百億 所以我們那些小業主很慘 是不是 千里少少走過來 千里少少走過來 就是有輸錢的 這個應該 有應該是會有 但是 應該跟公司的運作不影響 是嗎 不影響 為什麼交不到有呢 同時才不影響 因為它又有政策的影響 又有可能本身公司的資金 還有一些問題 所以就會影響到 不可以按市交流給業主 但是你們有沒有一些公佈欄呢 可以 你都知道很多微信號 你們有沒有一些公佈欄 好像其他企業那樣 就是不用好像我那些山場水丸 又隔離千里少少 隔離完之後 你在哪裡過來啊 那你都知道 那裡大部份都是香港買家的啦 那我要特意隔離 隔離之後過來 過來之後真的叫做隔離監 坐完之後來那裡 我都暈不夠十分鐘 原來你就打發了我走了 那我就想回到香港 究竟我有沒有一些其他的網頁呢 可以看到你們的公眾號 給一些通告出來 說這些樓房大概會幾時可以交啊 進展成怎樣啊 起碼只有G字嘛 暫時都沒有的 不過我們如果說有限期交付這些 都會有發過通知這些的 然後又或者 又或者會交我們的微信 直接問我們知道那些 哦 那現在是不是你負責啊 五六千是 哦 那是不是可以加微信 可以可以 是不是啊 都是有限期交 有限期交 沒有你這裏爛得那麼緊要嘛 是不是啊 又要打官司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什麼 好像就是 其實 那個業主不是我啦 你看到個名字都不是 不過我有委託書的 簽了 簽了律師委託書 就是我是有資格問的 但是就是很慘哦 真的千里少少過來買第一個項目 就是橫琴最美的項目 橫琴口岸隔離 是不是 誰知道買完之後 還有幾百個項目 只有我這個項目就是 哎呀 爛尾 真是 想都想不到 明白了 總之簡單點說就是 我就相簿收樓就沒問題 相簿收樓沒問題 收了它先 多不多人收先 都幾多人收 因為他們都想拿個證 然後就掛上去 出租啊 或者自己開啊 都給其他人都可以的 左看右看 浩兒天南的刀盤應該不錯的 正正食住在珠海橫琴 一個24小時通關口岸 國家用了20年時間去打造橫琴 現時橫琴就有百多棟樓 只有D一個物業在打官司 說是難尾 除了發展商資金有問題之外 其實最主要一個原因 當時期賣盤 發展商是極力推一個叫做 4.9樓高的商務公寓 而每個單位有獨立的廁所 還有有open kitchen 真是不知道是發展商騙了我們 還是批地的房建局有問題 現在在珠海所有4.9的商務公寓都不可以在室內建 獨立洗手間 當我們去購買浩兒天南 他的售樓書 圖則所有都是標明 在商務公寓裏面 有獨立的洗手間 現在突然說不准蓋就不准蓋 責任在哪裏呢 難道在我們的小業主 無論怎樣 樓暫時就一定沒得收 不過我現時就查到一些資料可以分享給大家 這些東西政府一定要介入 因為為什麼在口岸隔壁 影響國家形象 通過網絡的資料 我鐵索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這些東西就是商業糾紛 應該已經到了末期 簡單來說就是很快已經到處理、處置的階段 另外有資料顯示 政府是沒有對這個發展商有任何的訴訟 證明了土地出讓金等相關政府規定的費用 發展商都是已經矯清 另外建行有一個借款的訴訟 現時已經撤銷了 在這個糾紛事情 華融將會執行兩筆最大的債務 那華融是什麼公司來的 其實華融是國家級對不良資產處置機構 所以在這個難尾樓事件裏 華融一定會積極協調所有的安排和操作 好 大家拭目以待 下集再見 拜拜 還未訂閱鐵索姑姑小姨媽 頻道請你支持訂閱 點讚 分享 留言 多謝收看 下次見 拜拜